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晴 今天呢要來介紹我們 技巧牌組啦 那麼新卡報已經出了一陣子了 出了今天已經第二天了 那麼這套卡組我覺得非常的有趣哦 然後技巧卡組他也是 哎需要動一點腦的牌子哦 尤其是他的那個綠牌的combo非常的強哦 在我們一幕上面看到有一張很像絕對 的哦這張卡片叫技巧解體新書 這一張牌可是綠牌的神卡 搭配我們借技巧倉庫有沒有 就可以瘋狂的綠牌了 那麼這一套因為同步現在還是比較怕加拿大 所以放了兩張局部性颶風哦 可以讓我們順利的同步召喚啊 那麼額外放了新成龍還有 技巧將軍跟換成的守護者阿爾馬迪斯啊 大概就是這樣 那麼其他的技巧 怪獸 這些下怪到底要怎麼使用呢 我們直接回放給大家看 就知道囉 ok 那我是一開始還蠻不熟的 打到後面越來越熟哦 現在已經都知道combo要怎麼用 所以我的回放一開始可能會有一些小失誤哦 那我會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好 好那這邊我直接召喚技巧商人177 然後拉解體新書 然後放解體新書然後再開 借技巧倉庫 ok把它轉手然後技術會加一等一下可以抽一張 直接抽一張然後蓋死者公物哦 好對方墮落武者 是一個吸血鬼 好拉領域 好直接打過來我們栗子球轉手 好這邊再開技巧解體新書 然後先轉成正的 好這邊等級複製 直接 出了吧 技巧將軍 好發動效果拉出來 然後再把右邊那隻轉手 好 拿兩張 這邊應該是都 打的還不錯 就沒有什麼失誤哦 好 那其實剛剛這邊借技巧倉庫好像 可以再 可以再轉一次啊 不過我那個卷軸已經沒有了 所以轉了也沒用 好這邊吸血鬼轉換對方直接復活 目的妖女 但妖女特招沒辦法發動效果 所以我們直接撞掉 好 牛頭鬼直接施者公物 砰 好 除外妖女召喚肥婆來再施者公物 再炸 對方就投降了 那這一套 我覺得啊說實話的 說實話那個 給施者公物這張真的有點 太暴力了 哦如果沒有這張卡的話 也打不出 技巧 哦這麼強的一個 一個勝率 哦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第二場 遇到潘朵拉 OK 好 召喚 技巧 小丁 然後 再召喚 技巧 商人 來 借技巧 商庫 好 再拉 OK 這邊直接同步召喚 阿爾瑪迪斯 蓋一張給施者公物 好 對方 呃 青眼白龍 我們直接把宇宙智的炸掉 欸一龍紅帽 直接跳起來 感覺有點難打 好 不過這邊還是有機會哦 這邊有個combo 就是我右邊 有講解到的 直接召喚 技巧小丁 然後技巧商人 來商人 拉借技巧倉庫 然後借技巧倉庫 轉手一隻 檢索 來這邊 3加4 等級複子 OK 3加4直接特招 技巧將軍 然後技巧將軍 再拉一張 好 這邊發動技巧將軍 效果轉手 青眼白龍 直接輕鬆打過去啦 這就是我說的3加4 還不錯 好 換成的守護者阿瑪迪斯 打我們 OK 那我們這邊就 非常好打了 直接槓一波 好 那其實 呃 技巧兵應該要出去的 是我沒有召喚了 好 哇 這邊被打了 感覺已經很難逆轉了 技巧商人 哇 技巧解體新書 哈哈 我這邊直接自殺 哈哈 因為 因為已經很難逆轉 不過我還是有打出 剛剛那個 呃 等級複製那個 3加4的看破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就把 回放存起來介紹給大家吧 好 那麼看一下第三場 遇到是暗遊戲喔 那麼這一場 呃 暗遊戲 應該是 命運抽牌 OK 好 好 來看一下 蓋了兩張牌 來我們這邊 技巧解體新書 發動兩張喔 好爽的 好 技巧小丁 來這邊直接 通步找還 技巧將軍 好拉出來 技巧將軍效果轉手 然後 直接 技巧解體新書 抽兩張 再蓋 所以我們現在也蓋兩張給死者的公物喔 非常強力喔 所以我就直接打過去 我就 不怕他命抽了 好不好 對方直接投降 他可能 他可能卡手 所以直接投降 但是呢 你就算 召喚游備 我們一樣 哦 兩張 給死者公路把你炸死喔 所以非常 非常 非常穩 OK 好讓我們來看一下 第四場 遇到是羽額喔 那麼羽額大家都知道是阿慶最討厭遇到的角色 那 這一場到底 要怎麼應對呢 我們看一下 啊 直接一個蟲蟲來我們 不用怕 齁 技巧傷人 啊 檢守一下 就可以洗牌了 來 這幾條倉庫 好拉 這個 技巧兵 這邊一樣可以3加4喔 不過我還不急著同步召喚 因為羽額有可能有那個面具喔 會把我們綁住 好 這邊 來 對方沒有遇過技巧直接打過來 我們自動轉手 然後他就扣血了 太屌了 好 這邊直接3加4 齁吧 技巧將軍 剛效果 好 再 再一次同步 太爽了 砰喔 再砰喔 哇 把羽額 把羽額捏成這樣 真的是非常的爽 經過對方熔顏魔神 沒有關係 我們 蓋牌有 直附性季風 好 那這邊召喚 技巧兵直接打過去 栗子小球 栗子小球 沒關係 給他最後一擊 砰 成功的 贏得這場決鬥 哈哈 太爽了 咬捏羽額的感覺喔 真的是出了一口氣啊 好的來 看我們最後一場 那麼最後一場非常的精彩喔 呃 在第一回合就做出了一個非常屌的combo 等一下你們看了就知道 好 這場遇到的是不動猶新喔 那他玩的是除草 好 那這邊我直接 發動兩張 技巧解體新書 來召喚我們技巧小丁 然後再召喚 技巧商人 技巧商人 檢索借技巧倉庫 借技巧倉庫 效果 轉手 然後再 再檢索 好 轉手檢索 然後發動技能 等級複製 3加4特殊召喚 同步召喚 技巧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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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巧將軍發動效果 轉手 然後再增加兩個技術 然後技巧解體新書 然後技巧解體新書 抽兩張 技巧解體新書 抽兩張 技巧解體新書 太神了 哇 超級猛 哇 哇 這邊腳滑 陷坑 有點小尷尬 哇 好不容易 做出這麼屌 看我直接 背一個 腳滑 啊被炸掉 太尷尬了 哈哈 好 對方也要開始秀了 然後他這一套是魔轟神 也是 蠻屌的一套 卡組 那我覺得 我應該也會介紹 因為 因為這一隻 呃魔轟神獸太強了 他只要被 被丟下去 然後就可以直接特招 而且他也是協調怪 可以同步召喚 好 我們這邊 十二公路炸掉阿瑪迪斯 好 對方就一直在秀 非常的強力 太屌了 哇 等級上升 然後再召喚 再同步 哇 又同步 召喚魔轟神 瓦爾 瓦爾 球路斯 哇 抽一丟一 哦哦哦哦哦 各種combo 剛剛是我們很忙哦 現在換成他很忙 好 這邊被打 我們直接跳出來 然後栗子球 OK 那技術物又增加兩個哦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抽牌阿 那剛剛有發動那個 所以少抽一張 好 巨步行 巨風吹走 來 直接召喚 檢索 啊 三加二了 我們的四星好像都死光了 好 直接打下去 BAM OK 對方魔轟神 褲俠羅 然後直接蓋牌 那我們快抽完了 但是呢 我們還是非常切而不捨 繼續奮戰 然後這邊對方 做了一件非常 白癡的事情哦 哈哈哈哈 等下看了就知道 好 召喚魔轟神雷吉哦 OK 抽兩張 然後他覺得他要贏了 直接零機除草 丟到剩一張 來我們這邊 給施者公武 砰 欸爽嗎 哈哈 對方要比我們 提早抽完了 超爽的 最後對方就放棄治療 直接自殺了 太神了 OK 相信大家可能 想要看一下實戰了 好啦 我原本 不打算實戰了 但是 呃今天還是來實戰一下 OK 那我們就直接開打吧 那一樣打一場哦 刺營師輸就隨便了 那我剛剛錄製起來的勝率是 50% 哦 甚至不到了 因為因為我覺得 這一套真的是 蠻吃起手的 然後加上 沒有沒有合成那一套這麼變態 所以 所以這套算是有潛力但是 不會到很厲害 ok 好 那這邊遇到層次內哦 好我們直接 檢索吧 我們拿這個 借七小倉庫 好 來這邊就拉這個114吧 224啊 好 技巧小丁 224 好 要不要蓋呢 蓋兩張好了 ok 結束 好 不知道對方怎麼卡組 啊 龍破壞 哇 慘了慘了 可以投了 啊 超討厭的 超討厭的 可能打不贏了 哇 這個好難打 直接吹啊 吹啊 慘了慘了 要被龍了 哇 那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哈哈哈哈 好啦 好啦 那那 你們 有時間你們自己去玩啊 對啊 真的是 遇到 遇到這一套 太靠北了 哇 不好打 好啦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請今天的技巧卡組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每天晚上六點不一定會發布影片 各位親民我們明天見 拜拜